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大震荡了 到底会不会是台股的败向呢 但是今天又看到IC设计上演了掌停大比赛 所以多头大戏会不会只是中场休息呢 今天一个大主题 但您看到昨天联准会公布了11月的会议纪要了 结果没有想到门一关起来里头 所有官员一致偏一 这糟糕了 市场都预期明年本来降息会提前的 所以明年降息大家要死了这条心吗 美元日币以及台币 今天要来个大解析 ETF的专题今天要来谈一谈 12月的ETF除息大秀慢慢开始暖身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您谁是配息王 超夯的ETF 今天专家帮您做股息大预测 四位专家首先邀请到 曙芳老师晚安 祝好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圣洁晚安 周华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晚安 期展晚安 周华各位观众大家好 齐芳老师晚安 周华好大家好 台北股市连涨7天之后 今天稍事休息台积电 今天开低还有挥达领着AI跌 所以今天指数 中场下跌了106点 中场收盘在17310 今天虽然收跌 但是五日均线守住 亮缩2869亿 哎呀外资怎么了 连买了7天之后 今天竟然翻空 不仅现货卖了73.9亿元 期货今天空单一口气 灌了8000多口 所以目前多单转空单 水位6348口 不仅仅外资卖 三大法人在今天都偏空操作 但是大盘今天妙了 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不管大盘或贵买指数 上涨的加速都比下跌的加速 还要更多 而且大盘跌 但是今天很热闹 涨停加速快要30档 其中有一半都是IC设计 说到了贵买指数 今天中小型强 所以贵买底大行更强 似乎印证了之前前线的专家 告诉大家 接下来中小型的天下 接下来还是这样吗 台币 台币这一波 创下了20年以来最强的涨势 今天休息了 尤其盘中高低点 震荡将近有两脚之多 怎么一回事 有没有继续强下去的机会 电子股今天 台积电稍微休息一下 连八哥还在创高 鸿海可惜今天辟机械 但是今天机械没有成功的站上去 有一些个股今天的确高档 拉回了在这里 但是高档拉回 有一些是利手五日均线 这些能不能报警处理呢 有一些今天是人气焦点股 高周转率在这里 有没有什么特性 有 有一个很多都是在低档 最近KD在黄金交叉 开始有技术现行的优势 这些个股今天都是热门股 请专家帮您检视了 亚洲股市涨跌互见 我们的跌幅稍稍重一点 我们今天跌了大概0.6% 跟大陆股市差不多 但是到底有败向了 还是只是休息 水方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拉一下台股 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巧合 水方老师这一波台股从11月1号涨上来 到这一天刚好7天 到了11月10号之后休息一下 外资稍微转卖 后来这一波又涨了7天 怎么那么刚好今天又休息 外资也转卖了 我想问这次有没有机会 复制上一次休息了一下之后 再往上再拉出像这一波 700多点的公式 我觉得很难 为什么会比较难的一个原因 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把这边跟这边 新台币的图形去做对比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从11月份新台币的走势 跟大家去做对比 也就是说11月份 新台币是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就开始狂升 对不对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在当时候 在整个11月1号的时候 是来到相对低 日KD指标到低档 然后周KD指标低档背离 就是当你日KD创新低的时候 周KD指标没有同步创新低 KD指标叫中线的牛背离 所以它呈现了上涨 但在这一次不一样 现在日KD是在高档 今天的KD指标密合了 对不对 那跟当时候在第一档 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高档 说95日KD指标 昨天就是95 过热 它是极致的高点 不是过热 也80以上就过热 95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高点 那你刚才看了一个 新台币的不同 那第二个 你来看到位阶的不同 第三个 期货多单的不同 在当时候11月份 外资来讲话 它在期货里面 没有这么多的空单 上一次11月10号 多单8000多口 今天转为空单 对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性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 IC设计当然不错 因为你现在新台币 升值了1块钱 等于大约是3个% 那IC设计代表是高毛利 它比较不会受到 汇退损失的影响性 是没错 问题是 你今天涨的这些IC设计个股 你能够从基本面 说出个所以来 很多都没赚钱 所以它就是 我就是IC设计个股 我就是低价 我就是低档 我上涨有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都过都是无稽之谈 那如果有基本面的都不涨 你就这盘能够涨多少 那我问哦 如果在接下来 没有办法复制上上一次 这样一涨就700多点 今天在这边休息了 现在的时空背景之下 台股的下一步会怎么走 我就觉得很简单 因为你KD指标是不是就密合 那就看你做短或是做长 做短的人 你明天再跌你就卖了 为什么 因为KD指标高档交叉向下 那你做中线的 因为周KD还是向上的 可是你做中线要买 你不知道这KD短线上面 你是修正到50 你还是修正到20 你修正到20 你头头会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如果是中线的时候 因为我中线还是多头啊 我还是要做多 那很简单 你说我管你是不是群磨乱骨 我管你是不是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基本面 我就是爱买嘛 在这种过程中 那就很简单 你10张就是买5张3张 那你这样买下去 你后面里面就还有资金 不然的话 你买这些个股 有些个股 我不敢保证你 一两年内会解套 现在的价格 所以你就基本上 你就采取到资金配置方式 去应对目前的格局 好 未来的可能性 告诉大家 接下来要选股了 今天第一个大主题 回答的财报 昨天好期待 大家都说好棒棒 公布出来之后 的确营收年增206% 如市场预期 获利EPS年增593% 比市场预期还要更好 毛利率这么高 但是因为担心这两件事情 所以昨天回答盘中股价 一度大跌了9% 怎么解读回答财报 以及这个事情 对于产业影响会有多大 对 刚刚来讲话 回答盘后盘 一度跌了6点多到9个percent 但松场它跌多少 1个percent 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 很多的新闻媒体 就针对回答去找借口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美国有赌盘 台湾难道没赌盘吗 很多人就是在回答 大家记住 回答公布财报之前 前天一堆赌盘就进去了 那你觉得公布完之后 管理率多利空 它会不会出 当然 那台湾昨天跟前天 有没有一堆赌盘在赌AI 也是嘛 都拉尾盘 你看嘛 他也是 那今天公布出来 回答没有涨 会不会出 也会出 那我先跟他讲说 当然你现在所有的媒体都说 他公布出来的数字 优于预期 其实以我来看 美国很多的分析师里面来讲 早就预估他的获利会高达五倍到六倍 那只是说今天里面来讲 大家在讲说 他优于预期 那你要看是优于什么时候的预期 其实在公布财报之前 他这两个部分都被猜到了 也就是说 他第三季的营收呢 季增 百分之三十四 有人就已经猜到30%以上 年增 百分之两百零六 就是两倍 这也被猜到 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 新闻媒体上面的解读 就是说新闻媒体说 优于预期 181.2亿美元 优于161.12亿美元 那他财测上面来讲 是预估160亿 这一定是优于预期的 那毛利率是75 计增3.8% 受惠在什么 产品组合的改变 也就是说 你从A100 他这一次主要出到 已经出到H100 那价格是更好的 所以他的获利里面 单季获利4.02块美元 市场估3.39 其实这一个数字 跟这一个数字 三成以上 其实都被猜到了 就在公布的前天 如果不相信 大家就看美国的新闻 其实都被猜到 那我觉得他第三季营收优于预期 主要是在资料中心跟游戏 这没有什么好讲 那第四季我就跟大家讲 第四季里面 计增10个percent 到底好不好 很多人说 你现在是计增30个percent 你第四季 所以只有计增10个percent 所以不好 所以才会跌 大家都没想过 明天就感恩节 过来叶旦节 过来新一年 你是要叫美国人怎样 企业再继续 在家里面下单 怎么可能下这个些订单 其实我们台湾 我们的苹果相关概念个股 第四季更惨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要进入到什么 消费的旺季 而开始做什么 开始做员工上面来讲 轮休了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没有不如预期 这本来就是OK的 有点像我们过年那时候 工作天数减少的影响 就像你如果是在中国大陆 比较多的订单 你10月营收就下来 一样的意思 那毛利率有机会优于75%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绩 如果放在台湾的公司 一定是跳空涨停板 可是就是因为他是在美国 美国一定要击败 所有分析的预期 也就是说你这个要4 你这个要大概7 就是说你这个 因为他是成长500%多嘛 你如果可能要600多 那就有机会 可是他没有 那再加上堵盘都堵下去了 就像我们台积电 你有没有发觉到 常常在法售会之前 也是一堆堵盘进去 然后法售会讲的再好 也开高走低 后来就没事就上来了 你不相信自己去想想看 这一次台积电说 他第四季的营收比 第三季可以成长11% 有没有开高走低 现在他不是涨上去了 所以如果第四季 他说会受到出国禁令的影响 大家听到这一句 就开始放大解读 我告诉你 他就讲我精品很缺啊 中国禁令的影响 不能卖到中国大陆 但是我由其他的市场上面 全部填补 还有讲全部填补 所以呢看一天的人 啪就跟你撒下去 对不对 那看到后面讲说 我全部被填补 就把他从跌6% 9% 啪啪啪啪 就只有跌1% 所以盘后大约只有下跌1% 那我要先跟大家讲说 现在主要的问题 我们还是来看 路行之前讲的几件事情来看 第一个我刚刚就讲 赌盘太多了 对 他反应在股价上 那很简单 稍微洗一下 就跟台积电一样 洗一下看能不能再走高 所以这件事情 有减稍微洗一下 对要洗盘 就是台积电也开高走低啊 可是后来是不是创高了 那这个中高级的GPU 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 低季孔营收出现季检 帮帮忙 不是说1月份有新历年吗 我们的就历年是2月 不然你要卖到中国大陆 就历年你要卖给谁啦 这是正常 所以我们台湾所有的科技产业 第一季大概都会衰退 所以这个回答 不需要这么担心 对这个应该是他找理由啦 本来我们的科技产业 第一季就是会衰退 大家先了解到 如果是苹果的话 第四季就开始衰退 那我产品售价过高 那这个过程之中里面 你就来看嘛 那就是你会有竞争者 就是说你会 如果说你产品价格过高 那你愿不易客户去买MI300 那如果你是买MI300有差吗 我们MI300也好 NVIDIA的H100 N100 或是未来的B100 也都是台湾的伺服器公司 这没有差 可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 是来自于这一个 你有没有想过 当所有的公司都开始走向 自己要做IC的时候 那可能你IC设计个股你要挑 你要挑高技术门槛的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好所以多空跟大家讲清楚了 现在操作了 今天很多AI全面都被 挥打给影响到了 这个财报以后将会牵动 我们哪一些重要的概念股 好那我现在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我跟他讲说 美国股市跌是因为挥打跌吗 挥打盘会也就跌1% 美国股市跌真正在跌 是因为我们新台币 今天是不是游升转变 因为BOWER就是 我说BOWER就是一个铁头工 你只要是没有降到通膨率2% 他就是不会跟你讲降息了 所以他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开始转强了 他又不肯去讲降息 所以三大指数是不是都跌 主要原因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考虑到 如果新台币不再升值 外资转为卖超 那台积电再好的基本面 也是会被影响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一定是收获 我说不管你怎么样 你三不转路会转 而且到明年就是只有三奈米 那你这个部分 那一定是OK的 没事情 那转弱点定在月季线 那有些人看到联发科在涨 就一直开始买中国智慧型手机 我说帮帮忙 华为60Pro也不是联发科的晶片 他是用高通的 那联发科为什么在涨 是他最近出了两颗大核心的处理器 那两颗大核心的处理晶片 到底有什么意思 他就告诉你说 I am ready 我已经告诉大家说 他就是告诉你说 I am ready 以后你要去做到AI什么什么什么 我联发科可以吗 他主要是在讲这个 所以大家看到联发科长就开始买一堆手机概念个股 我跟他讲 虽然新闻讲小米卖得很好 没有啦 小米其实没有卖得很好 就是华为卖得好而已 华为小米其实就是普通普通 所以联发科是 他真正在涨是因为他正式跨入到ASIC的一个晶片 所以他不是只有IC设计 他已经到什么 ASIC甚至IP的公司 那今年事数 明年是56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 你现在看到很多IC设计工 今天涨停板的 联发科都没有涨停板 对不对 联发科明年56 就算他涨到一千块 不到20倍的本益比 低 对不对 那现在那些涨停板的股票 用明年会来算 很多都50倍本益比 你觉得呢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现在里面来讲 联发科 他就变成一个精神指标 那他的转落点就是在月线 主发是我要再问这个问题 昨天我也问过冠青 听一点已经好多人在问 手中有连发科的 看着每天涨一点 每天涨一点 到底要每天先获利了结 拉回再继续去追他 还是就这么报到外资 共同期待的千元以上 我跟大家讲的原因就是说 第一个 你是做短还是做长 我说如果你做长 因为我说我们台湾现在IC设计公司 能够跨入到ASIC的就只有他 能够做到大核心的也只有他 那你要报场那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做短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来看KD指标 他现在股价在创新高 他是不是在背离之中 对 你做短的你当然可以逢高卖 但是你逢高卖之后要记住 回来你要去接 这样的话是OK的 那中长线上面是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台湾集团当中创意 大家知道微软跟谁签了三年的订单吗 是创意 也就是说微软他很可怕 他这一次推两个AI晶片 我刚才说为什么 NVIDIA将来要小心 他的玛雅晶片就是GPU了 那他本身来讲的话 这个微软就说我将来里面要请全力的 去扶植他的AI晶片 所以他的确他的GPU就已经跑得很快 那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他就直接跟创意去签了三年的一个订单 也就是说你创意帮我这三年 未来去做设计 那玛雅就是由创意去做设计 所以创意这个数字可能明年会再调高 而且他的获利可以看到2025年 这要转弱点你就定在季线 那第四季我要先讲 创意只有持平 好创意只有持平 那这要先讲 那好处是他10月先衰退 所以11 12会有一个月会上去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创意 那再来看 那金星科 那因为他低位节啊 那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金星科到底RiskV到底要干什么 对不对 现在大家终于知道原来Meta的AI的晶片的订单 的第二代就是下给金星科 那再加上联发科太夯了嘛 那他是谁的公司 他就是联发科旗下的公司 这昨天冠季节目当中就提醒大家 好 对 那他就是Meta 但说实在的Meta他第一代也是他了 第二代也是他 那EPS没办法过去 是 那好处就是低位节而已 那转弱点可以定在470或是周月线 我们来看一下金星科 因为今天攻涨停 但时间拉长来看 的确他打了一个好久的底 从今年7月开始一直打到现在 这个地打出来之后 今天要挑战景线 但是因为涨停就这样子了 对 明天要怎么开始比较健康的 现在要追要怎么追 我跟他讲 第一个他乖离太大 不一定要追 但是只要470不破 那你就可以去做留意 那因为我刚才有讲说 Meta他也要推AI晶片 那对于他而言 那大家知道RiskV 这种所谓的一个 细致材到底差别跟ARM有什么差别吗 It's sure 这样听懂我意思吗 他就是比较便宜 他是用很多的晶片去做堆叠 那很便宜 那大家一起共同去做解决 所以他会找很多的合作厂商 他就是便宜 位阶比较低 470下 那再过来来讲话 就是最近里面大摩谈到的 就是2059的川湖 他是做线性滑轨的 你知道最近里面全世界里面 因为从AI 他烧到了AIPC跟AINB 那手机是还没有人做 那三星今天自己跳出来说 我要做AI手机 那事实上他AI已经烧到哪里 以国外而言烧到机器人 机器人 对也就是说我们AI到最后里面来讲话 真正要去发展 就是我说像蜀方或是像驻华 这个人会站在这舞台上面 这才是AI完全发展完之后的一个结果 人形机器人 对 那机器人里面来讲 他就分成很多 机器人手备什么线性滑轨 一堆我们就不多谈 那目前的AI相关概念 各国第四季 可以给比第三季 成长三成以上的 大概就穿糊了 那他今年是33 明年是40 那大家自己去留意 因为国外最近好像机器人概念 ROBA的部分又开始涨 那转落点就定在796或748 那另外部分 当然有很多啦 像大家提到什么万润 中砂都可以 只要是跟三纳米有关的都可以 那我只是提供一个就是 他是做机子外光的设备 那因为他第四季 跟明年的获利会大成长 那今年不怎么样 14正户一块钱 明年真的大成长一倍 到25块 那转落点是定在333 所以最近里面台积电今天不怎么样 台积电的伙伴们 倒是很多都是创下近期新高 是了解 好谢谢曙芳老师 请先回座了今天 回答的财报 为什么昨天股价跌帮大家解了 其实对于整个基本面 索芳老师看的没有这么的差的 但是要担心 如果他的售价高 或者是说不管他未来售价如何 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客户 干脆转为自己做相关的题材 可能待望哪一些的个股 然后操作的策略 请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也是昨天晚上全世界关心的第二件事情 也是刚才手放老师说 昨天美股跌什么 跌回答吗 不要全部怪给他这一件事情 11月份联准会会议 既要在昨天公布了 原来门一关起来 里头所有的联准会官员一致 态度现在还是比较偏硬的 所以为明年的降息 浇了一盆冷水吗 再接下来 美元有机会再强吗 台币还有日元 等一下请专家大解析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